大河,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浪费时间,怎么办? 嗯,要是你看到以下这些人的经历,你就会觉得你是在放松休息。 他们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,赶紧来看看吧! 电视马拉松 尽管我们喜欢熬夜看剧,但是不会因为看剧不眠不休。 2016年,纽约小伙子弗拉哥索连续观看了94个小时电视。 据说这是公司组织的挑战,足足看了快四天四夜,这也是没谁了。 当然,这样的挑战成功打破了此前92个小时的电视观看世界纪录。 如此长时间观看电视,对他的健康危害非常之大,他出现了幻觉和幻听等病症。 12年后,他要继续挑战,在AR中连续看电视50个小时。 真不明白,看电视难道比身体更重要吗? 还真是浪费时间啊。 π π是一个神奇的符号,一看到π大家都想起3.14。 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等于π。 一位出生于1812年的教师威廉·湘克斯,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来计算圆轴率π小数点后的数字。 直到1882年生命的尽头,他一共算了707位数。 他生前始终认为自己的计算完全正确,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,他小数点后第528位计算错误。 但是即便是宇航局的科学家,也表示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16位就足够了。 其余的计算,基本都是浪费时间。 猫间谍 多数人都喜欢养猫咪做宠物,因为猫咪可爱聪明又迷人。 1960年,美国中情局为了窃听苏联使馆,于是想到把猫培养成间谍。 但是猫这么傲娇的生物训练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。 为了减少猫的饥饿感以及其他毛病,中情局研究了5年。 这期间花了2000万美元,当一切准备就绪,窃听计划就要开始了。 中情局把猫放在任务地点外后。 猫猫刚要穿越马路,走到苏联大使馆,一台租租车过来,把猫撞死了。 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,浪费金钱的事情。 内比都 内比都是一座巨大的城市,占地4800平方公里。 但是它的人口只有92万,还不到北京2000多万的人口的二十分之一。 内比都的马路最多有20车道,甚至可以让飞机着陆。 但是马路常年空旷,并没有看到多少车在行走。 有人说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交通堵塞的首都。 这里也被称为最糟糕的城市之一。 足以可见,建这一座城市似乎有点浪费了。 马桶战士 这年头再奇葩的项目,也有人想要挑战。 比利时一名48岁的大叔,突发奇想,立志要打破坐在马桶上最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 地点选在当地一间咖啡厅。 目标是,在马桶上坐超过150个钟。 虽然比赛规则是,要一直坐在马桶上。 但事实上,他每个钟头都可以站起来活动5分钟。 直到过了116个小时后,这位大叔终于受不了,宣布放弃。 他感到下肢疼痛且疲倦不堪。 不得不说啊,做这个季度真浪费时间呢。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,关注我,每天带你看奇闻去世。